大家好,欢迎继续观看 Node.js是消息服务器开发系列课程 这节课呢,我们来开始 这一系列课程第十八讲 在上一节课的话 我们把这个MQTT 它的一个协议呢 进行了一些大概的一个解读 把其中的一些关键点 给大家讲解了一下 那么这节课呢,我们主要是 来实现 就在这个Node.js Node.js下面我们要实现一个客户端 好,我们来看一下 要想 实现一个客户端的话 我们首先要借助的是一个 第三方的一个包 叫MQTT.js 它的官网是在这里 然后它呢,其实是一个Node.js 和浏览器端的 一个MQTT 客户端 它的一个介绍可以看得出来 它呢,是支持两个平台的 一个呢,是Node.js 一个呢,是浏览器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会在这两个平台上 分别为大家演示一下 如何来使用 这个MQTT.js 来作为客户端 好,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MQTT 在这个Node里面的一个使用 好,我们直接打开我们的项目 在第16条里面 我们已经把它的一个Saver端 给实现出来了 当然 在之前的话 我们并没有 跑得起来 那这个原因呢 在于这个Node Modules 这个里面 这个文件夹里面的内容呢 我们没有安装成功 那这个时候 后面我又是怎么来安装成功的呢 其实呢,我是在一台 能够成功安装的上面 能够成功安装的这样一个机器上 把它那个Modules拷备过来的 大家呢,其实也可以采用这种方式 因为我这个操作系统上 没有一些C++的一些东西 所以呢,编译的时候有一些问题 这个呢,其实是Node.js 在使用C++库 很容易遇到的这样一个问题 好,我们还是先跑起来 看看Saver能不能跑了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Saver端已经起起来了 那现在我们要做的 就是来实现一个Connect 好,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实现 Connect.js 当然 很基本的一个做法 先写出来 之后的话 就是说要引入我们的这样一个 MQTT这样一个库 所以呢,我们先把它Requell进来 MQTT 当然 要想Requell它 我们很明显就需要通过 NPM要来把它安装出来 好,安装MQTT 好,那么这个呢是第一个 那之后的话 我们很明显就需要来创建一个坑户端 Connect 怎么创建呢 MQTT lnqt.connect 连接 链接 注意了,这个address 应该怎么来用呢 我们看我们这个Saver到底是 配的什么 配的一个端口7410 所以呢我们Connect也就需要去连接我们的这样一个端口 注意了 这个既然mqtt是协议 所以我们这个连接字符串 就不再是常见的http打头了 应该就是mqtt 然后呢是我们的地址 好这样子的话就创建一个连接 那怎么来判断它有没有成功呢 这个时候呢也是我们的一堆事件来做处理了 connect这样一个事件 好连接成功 我们这就打印个日志出来 connect connect to mqtt server 好我们就先打出来看一下 好同样的这里有错我们就先不管它我们直接先强制跑一跑看能不能跑得起来 好sever段没问题是可以跑得起来的 那我们再启动一个connect 看一下 其实我们已经是安装成功的 它这个connect connect to mqtt server success已经打印出来了 说明呢我们已经成功的连接上服务器了 我们看服务器里边有没有响应 注意看这儿 这儿其实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在server端已经能够看到连接成功 当然呢这个connect 未定义这个地方有一个错这个错是怎么来的呢 这个错的话其实是我们的server端有一些问题所以我们要看一下在哪 当我们在使用这个ID的时候出现了问题 所以我们要查一下 好我们直接在这里打出来看一下连接成功之后我们这个connect是一个什么东西 这里呢在load里面我们要学会的一个方式就是通过这个一些输出来做这样一个调试的一个操作 看一下这connect ID并不是我们刚刚这个地方爆出来的 是publish的这个地方爆出来的 再确认一下到底是在哪一个地方出来的 36行这里 我们并没有发送数据理论上应该不会出发这个事件才对 我们先注销看一下 saver端启动了 我们再来把这个客户端启动一次 看一下 现在的话我们这个 已经能够打印出来的对象了 那这个地方是哪一个事件打印出来的呢 其实这里我们看的看不太出来 其实是在这里打印出来的 好现在我们简化了一下 再来看一下 启动saver 然后我们来刷新connect 这里写错了是connect 注意看 这些打字打快了就会出现这些问题 好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是强势注销 强势注销的时候那这边出现什么错了呢 这边已经可以看到有一个Azo信息打了出来 然后还打出了一个叫connected 就是说客户端已经断开连接 那这个地方其实是触发了这样一个事件 另外一个打日志出来的那个地方 其实是这个Azo这个信息给打出来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确认一下是不是它 namehost 这个地方把所有的这样一个信息都给打出来了 还是直接打log吧 这样好看一些 好看一下 连接成功 然后服务端的话其实也输出了也打出了一个客户端连接成功 然后当客户端断开的时候 服务端也就打出了一个这样一个日这样一个信息出来 然后呢给我们通知了一个disconnected 这个信息是哪来呢 这个信息其实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这边并没有任何地方在输出这样一个东西 这样一个东西 所以那个呢其实可能是它内部输出来的 我们可以把这些都给注释掉 那这种场景下的话我们这边已经不再可能输出东西来了 那这个时候如果还有数据的话 好 断开 看一下 还是有 说明呢它是我们这个Moscow这个酷本身输出来的东西 好 那这个呢我们最基本的一个connect端就已经实现了 既可以连接就已经可以连接了 当然仅仅只是这一点功能我们肯定是不够的 很多时候的话我们其实要做的关键的一个地方是什么呢 是发布和订阅数据 那这个地方的话其实可以单独做一个事情 就是说我只需要做发布这样一个功能就可以了 比如说当客户端连接成功之后 我就可以干什么呢 我就可以做发布这样一个操作 发布呢其实这个地方有两个参数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topic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主题我们把它定义在前面来 比如说就叫我们的syslogarrow这样一个主题 然后呢我们要发送的数据就在就随意写一个 比如说我们叫love吧 叫当前时间 好 这样的话我们的数据也可以也发布出去了 那什么时候来收这个数据呢 收这个数据的话其实就需要在这个地方来进行一个订阅 订阅应该怎么做呢 我订阅应该怎么做呢 好我订阅 s1 哦对 我订阅sys log now 好 现在的话就是说我已经订阅了 那订阅了之后我们在哪处理数据呢 其实的话要处理订阅数据我们就需要来监控message这样一个事件 监控到达了之后我们可以拿到topic和我们的具体的这样一个message 好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需要把这个topic给打印出来 然后呢把我们的message也给打印出来 好那这个呢我们就完成了最基本的一个bub订阅 我们来看一下 注意看 注意看他说我们的这个参数必须是一个sson 其实是在这里 好我们需要把这个数字转换成一个sson 那这样子的话才能够使用 好注意看这边已经有了 但是我们这个客户端为什么成功了没有发现任何数据呢 这个原因在哪呢 这个原因的话在于我们是在发布数据之前 点然后呢订阅数据在后 那这个时候的话在我们发布的时候 我们并没有订阅这样一个数据 所以呢它是无法处理的 所以呢我们就需要先来做这个订阅 然后呢再来做这个发布 那这种场景下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是否可以拿到数据 看一下syslog now 然后有这个数据过来了 当然这个数据这边 我们需要也给它tosson一下 让它变成我们真正的能看到的这样一个字符串数据 好看一下这就是我们成功的一个数据 当然我把这个发布数据做成一个定时器 也是可以做的 我们就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再来做这样一个发布数据 好每隔一秒我们来做发布 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数据 是不是是一直在变化的 看一下 收到某个主题的某些数据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简易的客户端 好 除了这一块的内容的话 我们还有一些比较常见的事件 需要我们来做一些处理 这就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reconnect什么意思呢 我们可以给它打一个日志出来 event reconnect 什么呢 重新连接时出发 close 当然很明显 也就是打个日志出来 连接 关闭时出发 当然类似的我们就还有一些 一个是r 另外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offline 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个事件 到底在什么时候 会来做这个处发 看一下啊 这边我们先停掉 这边其实我们看到它是一次都没出发 那当我们在这边 运行一次之后 我们就调用一下close这一个方法 那这个时候我们再来试一下 它怎么出发 这结束了 这不叫close 叫end 结束 看一下 看一下 这个时候它就出发了这样一个close 那后面为什么出发error呢 是因为它在发布的时候这个发现的close 已经断开连接了 所以它这个发布的话就会出错 当然这个error信息 我们也是可以打得出来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把error打出来看一下 看一下 它说我们的close已经掉线了 所以说就没有办法再来做发送这个操作 publish这个操作了 所以它就一直在打error出来 好 这个是关于它的error的 好 这个就是我们简单的一个connect 这个load端的一个客户端的一个实现 那我们在之后的话还可以 还要看一下这个mqtt.js在什么呢 在浏览器里面的一个实现 那在浏览器里面又应该怎么来实现这样一个 connect呢 好 我们还是先实现一个 先创建一个页面 好 按页面的话就很简单了 mqtt connect 那这个里面怎么来写呢 很明显我们肯定要写脚本 按照我们load端的一个用法 我们可以简单思考一下 我们这边的一个用法 是不是就应该等于 是不是就应该等于mqtt.connect 某一个地址 然后呢 我们可以在它的这样一个 连接成功的这样一个事件里面 去做一些事情 去做一些事情 比如说我要订阅一个 我要订阅SYS下面的log.nail 这样一个事件 然后呢 当我收到我们的这样一个 message的时候 就是收到我们的这样一个消息的时候 当然 topic和我们的message 那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数据给打印出来 好 我们看一下 我们想象中的一个代码 应该就是这个样子 在连接成功之后 我们就去订阅 订阅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去等待 在后端发消息 发成功了之后 我们这就可以收得到 所以这边呢 我们先把这个connect 给简单改造一下 就让它不要出错 让它直接可以跑起来 那这个它每秒就会发消息 当然从这个saver来看的话 它的这个地址是7410 所以这边的话 我们也就使用mqtt localhost 7410 好 当然这个时候我们还需要一个东西 就是说我们这个mqtt这个库从哪来呢 好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猜测 那很明显我们首先猜测它是 就从这个地方来 localhost 7410 从这个路径来 当然 可能有这样一个 这个地址 来取 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对不对 那这个不太好用 我们还是换成这个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7410 这个服务 只是没响应 但没有一下子就死掉 所以呢 它这个服务有可能会存在 好 这呢就不卖关子了 这个地方 其实这个路径的这个写法是这样子的 那这个mqtt JS 我们到底从哪来呢 其实在save端 我们就可以处理 这个地方的话 其实用的是什么呢 用的是一个load端的一个配置方式 就是配一个端口 那如果要在客户端使用的话 我们这边应该怎么来写呢 我们这边要写的话 就应该用http这种方式 这呢我就save方式 当然这里我就再给他负一次值 好 这个地方呢 我使用http的一个方式 当然我们的port还是410 然后这个是一个关键 好 使用它了之后 我们再来配一下 我们再来启动一次 好 启动save 看还是很明显的直接启动了 那我们这个时候再打开浏览器看一下 注意了 mqtt.js 我们就直接 访问到了 看一下 所以呢 我们的关键代码就在于 使用http的这样一种 save方式 然后呢 提供我们的这样一个资源文件 那这个时候呢 就能够访问到了 我们再来看后面的一个链接 有没有出错 我们发现它并没有什么js错误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来测试一下怎么做呢 既然我们已经订阅了 那我们可以在这后面做一次什么呢 做一次发布 这个时候发布的话 我们还是使用订阅的这个主题 然后呢 好 看一下 这个地方有什么错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到底a.to.sign是怎么写的 啊 这样 所以呢 我们就用这个方式来做 好 我们刷新留言器看一下 扣号 这里刷了一个扣号 写上 没有任何输出 我们看我们这个save端 有没有什么一些小一些东西 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这边已经说 客户端连接上来了 然后呢 又订阅了这样一个主题 但是他并没有收到我们发送的这样一个消息 那这个原因在哪呢 其实很简单 因为这个代码它会优先于这个订阅代码执行 所以呢 我们就有可能会接收不到 那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把这个发布 放在这个订阅之后 我们来刷一下看看 当然我们这个save也需要不要让它卡死 看一下 是不是也就收到我们这样一个数据了 当然客户端和我们的后端一样 也就需要也是需要tostrum来处理 来转换一下 看一下是不是就收到我们的这个数据了 那这里呢 就是我们在load和在这个浏览器端的一个简单使用 好 那么其他内容呢 我们就下个课再继续